哈喽大家好,我是波文 很多茶友问我为什么很少介绍我自己的茶 其实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我就是跑山头做山头古术纯料 我做的山头虽然比较多 但是量比较少 而且一般都是预定为主 虽然各个山头除了预定会多做一些 但总体来说量都不多 如果作为一个做茶的人在没有预定的情况下 自己去大量压这种茶是不太可能 也不太现实的 特别是一些名山名寨的古术纯料 而且真正喝过这些名山名寨古术纯料的人 相对来说也比较少 所以也可以说像这种山头的古术纯料 对于整个普洱茶界来说 也可以说是相对小众一些 我自己做茶十来年时间 其中前面六七年的时间都是在一点一点 积累一些喝山头古术纯料的客户 直到现在才可以每年去跑各个山头 各个茶区去守着做一些山头的古术纯料 你想喝什么茶 我找一找 这个都比较新的 这些都是今年的新茶 秋茶 老一点的 老一点的有一个2018年的老曼鹅 对啊 这些大部分都是今年的秋茶古术纯料 今年的春茶古术纯料基本上也都没有了 秋茶的话 有一些还剩个几题 但是大部分的话都只有几笔 你要喝这个 对 喝这个老一点的 2018年的老曼鹅是吧 可以啊 那你自己冲吧 这里面有林苍蒙库茶 像夏末列大中山 也有孟海茶 老曼鹅 老曼章 义武茶 宜善木 芭蕉林 同青河 这个是2018年的老曼鹅 春茶的古树 这个是甜茶的 老曼鹅的茶叶调索 非常的粗壮 叶厚 芽头大 这芽头真的好明显啊 有一点花蜜香 但是它现在更偏向于蜜香 老曼鹅的茶汤汤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金黄透亮 它这种苦味能接受 喝进去柔柔的 然后又苦苦的话 马上就转 因为这个是老曼鹅的甜茶 其实老曼鹅的甜茶是相对苦茶而言的 但是你如果是相对其他在籽的茶 比如说像纳烤啊 这些偏甜一点的茶来而言 老曼鹅的甜茶同样是苦的 没有苦茶那么苦 而且老曼鹅的苦茶是化的非常的慢 老曼鹅的甜茶的话 入口也有苦韵 但是它的这个苦韵化的比较快 所以这个老曼鹅的苦感 其实不算太重 就我们正常的苦茶来说能接受 对啊 这是第三杯的 然后整个茶汤又口腔那种感觉来说 心经比较快 就特别是第一杯下来之后 养颊的这种神经对来得很快 然后苦在口腔来说 停留时间的话呢 还是稍微有那么点点时间 口韵很深 口韵很甘 很甜 特别是苦化完 因为老曼鹅的茶就是这样 苦到直至至至甜 生经不错 对 这碗茶很经验 就是生经特别快 跟别的茶不一样 你别茶喝完可能得一路泡以后 你的喉咙或者口腔 才会有那种收敛性 才会感觉到你喉咙才会发甜 但老曼鹅不一样 它苦完就甜 苦完就甜 苦完就甜 这种感觉 杯底的流香 非常的持久 像这个老曼鹅 2018年的到现在放了差不多四五年的时间 茶汤会变得更滑一点 没有新茶的刺激性那么强 从六七泡开始 苦味没有前面几泡那么重 茶汤的甜度 茶汤的甜度反而更加明显 回甘生经也同样很强烈 其实老曼鹅的茶有一点点两极分化 有些人非常喜欢老曼鹅 而有一些人就接受不了老曼鹅的这种苦 有些喜欢老曼鹅茶的人感觉老曼鹅的这种苦涩化开后回甘生经的这种强烈口感 会比老曼鹅的茶还更直接更强烈 其实老曼鹅的茶跟老曼鹅的茶从香气口感来看差别还是挺大的 老曼鹅的茶综合性非常的强 它的茶香比较浓郁的兰花香 不仅是挂杯还有熔汤 老曼鹅的茶也没有老曼鹅苦涩味这么重 老曼鹅的茶树有帕萨种茶树和曼鹅种茶树 曼鹅种茶树其实就是老曼鹅茶叶里面偏苦一点的那种茶 没有老曼鹅的茶苦味那么重 老曼鹅的茶它的茶汤的协调性综合性会比老曼鹅的茶强很多 茶汤水路更加细腻 茶气更足 这个老曼鹅喝到后面的尾水甜度非常的高 其实老曼鹅的茶气也是比较足的 有一些茶友说我在说一款茶的时候说的不够高深 其实我认为茶叶是喝到嘴里面的东西 可酥可养 所谓的酥其实就是通俗 而且大部分的茶友接触普洱茶的时间并不长 对普洱茶的了解也并不是那么深 特别是三头的这种古术醇料茶 哪怕是有一些喝了很多年茶的老茶客 他也对于这些茶也不一定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我讲茶一般都会讲的通俗一点 而且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 我虽然是做了十来年的茶 但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拍视频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学习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拜拜